贺子爵摸了摸浓黑的眉毛 看我做什么 这两天祭祀署在眼黄分公司 也查获不少走私证据 走私 偷睡 非法吃枪 这么多罪状急于一身 要说没人给他做保护伞 各位 相信吗 酋长院向来公正 帕马军工厂也不是普通人能进去的 眼下的关键不是质疑权威 而是要搞清楚 商少爷为何会持有这么多枪制 秦队长 不用这么畏首畏尾吧 难道因为酋长院的院长是你表舅 所以你连怀疑都不敢了 有人发出了嘀嘀的笑声 也有人假意看卷宗 不想卷入到这场党派是非之中 以贺子爵为代表的贺家 与当今的酋长宁远航一脉 向来视同水火 想定罪也要讲求证据 怀疑和质疑都要基于事实处罚 一个案子细节还不明朗 就妄加揣测 贺书长看来是没办过案 当然比不上秦队长的经验丰富 不过积司署已经查到了商少爷走私的证据 行侦队除了查到一屋子非法武器 还有别的吗 秦宋张嘴刚要反驳 会议师大门被人敲响 警员探头进来 小心翼翼地说道 秦队 商事派人过来了 可能是想取保候审 取保候审 我怕马没这规矩 来人是谁 商事的大长老 胡英 让他在接待室等我 好的秦队 秦队 专案小组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 贺首长说的没错 但取保候审是警署的职权范围 您各位先讨论着 我去去就来 秦宋对着贺子爵微笑失忆 转眼就离开了会议室 当天下午 商鱼和李翘被取保候审 魏朗则选择留在警署 理由是食堂的饭菜好吃 秦宋差点没被他气撅过去 走出总局 李翘兴然地叹了口气 唉 他本还想着 今晚能体验一下情侣牢房 结果多事儿的大长老胡应 主动把他们给取保候审了 据说 是因为商纵海不便出面 所以让胡应全权处理 好歹也是大长老 做做表面功夫罢了 这时 胡应在他们身后 亦步亦去地跟着 到了停车场 他换住李翘 李小姐 我方才跟你说的话 希望你能仔细考虑 时间不多了 嗯 胡应不悦地瞪着他的背影 随即不知想到了什么 眼底泛起悠悠的冷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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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